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粉类放凉的过程中 准备15克的咖喱叶切碎 少许辣椒干泡软后切碎 250克牛油隔热融化 6颗鸡蛋打散 粉类放凉后 把粉类过筛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空盆里 方便搓面团 在过筛时我们会发现有比较大颗的粉粒 可使用软刮刀把粉粒压碎过筛到盆里 在粉类中加入20克小茴香和15克香芹籽 少许辣椒干碎 1汤匙辣椒粉 15克咖喱叶 1汤匙食盐 70克白芝麻 把全部调料混合后 使用软刮刀轻轻搅拌均匀 搅拌混合后 加入蛋液和250克农椰浆 稍微搅拌一下 再加入已经融化的250克牛油 徒手把面粉和牛油搓匀 途中分两次把200克清水加入面团中 继续徒手抓匀 面团必须是柔软的程度 面团太硬的话会很难用挤压器挤出 如果面团太软的话会不成型的哦 搓匀后让面团休息15到30分钟 取出适量的面团 放入挤压器中 把细长的面条挤到网络勺上 手势必须顺时针一圈一圈不停转动 慢慢的将面条放入热油里 以中小火炸至全熟 千万不要挤出太多面条 以免炸不完全熟 颜色微黄即可捞出沥干油分 在炸母乳菇时火不能太旺 否则容易焦黑 面条要熟透又要成品色泽美观 火候的拿捏很重要哦 今天这部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和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